请大家来登录注册一下 其实现在注册账号都很快 只是说他第一次登录的时候 他会问你这件事情 你的是用在哪一个用途 那你用学校的用个人 这都没有关系 他不影响到你的账号 他只是做一个这个调查 那你第一次进来之后 你会看到右手边这样子 来我给各位看一下 你进来之后应该会长得像这样子 那他会有一个欢迎画面 有没有感受到都是英文的 就是像这样子而已 他预设会有几个页面帮你建立好的 在左手边这里 在左手边这边 有帮你先建立好的 那我们注册好了之后 我们先跟老师 如果您是有EDU信箱的老师或学生 你想要我就直接升级 那也没关系 我们就来看一下 你要升级要怎么去升级 就是从这边 从左手边 这个位置有一个叫setting and members 这个位置稍微看一下 在我们现在简报第九页 所以你可以从这个地方 好 在这里 左手边有一个这里 setting and members 好吧按下去 那你再找到这里有一个升级 工作区这边有一个升级 那 Notion 预设进来 它的升级是以商业版的为主 都是个人的Pro版 所以你就不用在这边看 你往下走 往下走 再往下走 它把它藏在比较里面 它有一个 我们看一下 来来 在这边 在这里 有一个 有没有 其他的这个方案 你要按这个 看到所有方案 你才会看到教育版的升级 往下 往下 我看一下 来这里 它把它藏在比较里面 有没有 Student Educator 所以如果你要升级 就是从这个地方 这个是藏的比较隐密一点 按下去 它就开始问你 对不对 先设一组密码 这样了解 OK 所以大致上 这个我就先不设了 反正我现在用免费的就可以 所以如果您想要 升级成 记得它的位置 藏在比较隐密的地方 那Notion 它事实上是有 就是各个版本上 它是有 不同的这个收费 机制 免费的 我们刚刚有提过 它大概的一个 使用状况 那如果呢 你没有 教育版的 你也可以考虑 未来如果你觉得 嗯 我需要更多功能 它的这个年费是 8块钱 一个月 这是年缴的 一个月8块钱 所以不是一年缴 那基本上 跟我们这个免费版 一样的 大部分功能都相同 所以 你用一段时间真的觉得不够了 再来考虑升级 那至于企业版啊 商业版 这就比较不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不过有一点 你要注意一下 因为Notion也有AI的功能 它的AI功能是另外收费的 也就是说跟你现在的订阅 是没有关系的 这样了解吗 好 你看在这里 免费版本 免费版本呢 你的AI可以体验40次 哈哈 所以 其实 这个东西 事实上 就变成你要有双重的付费啦 那 一般来说 如果你觉得 嗯 反正我用不到 其实我们就直接用ChipGP 我们后面 今天我们会以任务的方式 来大家 带大家 用 学习AI 然后呢 来 整理这些AI资料 放到Notion里面来当笔记 用这种方式来做 那我们后面会带大家看 另外一个叫Chat Everywhere 它也很方便 所以如果说 我不要用Notion的AI功能 我就到 外面用完了再拿进来 这样也可以 因为 你用Notion的AI 就只能在这里用嘛 那我们在别的地方 我所有地方 的这个AI功能都可以使用 那你看 它的费用也不便宜 哈哈 哈哈 如果你要看到这个资讯 一样 在刚刚那个Upgrade的升级那里 就会看到 好 来我打开给各位看一下 一样在Setting这里 有一个升级升级 可能我看一下Upgrade 我的账号 可能 哎怎么不见了 好在这里在这里 抱歉 在左手边 左手边 左手边这边 哎不是Update 确认一下Setting and Members 哎怎么没换 我确认一下哦 Settings 哎这里没有看到 好吧 好吧 没关系 我等一下给各位 各位 看我另外一边的哦 所以原则上 反正你知道 它就是大致上像这样子 好那 Notion的一个界面呢 我在这边 先简单跟各位说明一下 好那这个讲完 我们就先休息 好吧 好来 我们看一下 你如果进去之后 你可以看到 好在他的左手边 好 就是左上角这一块 就是我们的工作区 工作区 还有如果你要做这些 你的账号的设定啊 好就是找这边 然后呢 下面这边 就是他的页面 他的页面 也就是说你在这里所看到的 因为Notion本身 他比较特殊 他没有资料夹 他没有资料夹 所以他等同是好像是把 这个页面当做资料夹的概念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可以展开 有没有 这里可以展开 我如果把一个页面丢到这个页面里面 那这一层就有点像资料夹的概念 好所以你可以丢很多资料放在同一个页面里面 那这样就是可以完成这个页面的归属 好归档的这样的概念 好 那再来呢 我们看到右手边 右手边中间这一块当然就是我们 好像一般Office Word里面的编辑区 好那有关于这个编辑区 这个页面的设定 包括你要分享 然后我要他用什么样的形态呈现 就是在右上角这里 这样大概了解了 所以如果呢各位你觉得看这个不习惯的话 你可以考虑就是把它用Google翻译 把它变成就是中文版 这个你可以参考看看好不好 那我们现在呢 10点13分 我们就让大家起来动一动休息一下 来来来大家起来动一动 好我们倒数计时开始 OK OK 来大家起来动一动哦 好